自己幸福 祝人幸福 我是永元校长 欢迎收听《严选好学》 今天的单元是大家来说书 我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本书呢 书名叫做《魔球》 那这本书啊 它也是一部电影 那这部《魔球》这部电影呢 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真人真事》 所拍摄而成的 那它的故事是叙述 美国的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总经理 比利比恩 由我最喜欢的明星布莱德普特来饰演 这个故事是说 比利比恩呢 他在经费预算 屈居劣势的情况之下 采用了他的助理 比德布兰德的数据化分析球员的价值理论 颠覆了球场的一个伦理 跟百年经理的一个模式 他大刀阔斧地重整了球队 经历了一方波折 最后缔造了运动家队 在2002年全美的赛事中创下了20连胜的神话 布莱德比特所饰演的球队经理比利 舍弃了这个传统球探的一个直觉 所以这部电影里很有趣 那些球探都很不屑 布莱德比特的做法 布莱德比特他采取了 用数据分析来组织这个球队 最后他虽然没有办法拿下了总冠军了 但是呢 一个小市场的运动家队 从完全不被看好中逆势上扬 他没有选择跟随着洋鸡队 那种花大钱买好球员的玩法 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活路 球队经理比利 他创下连胜的利器就是利用这个数据分析 也就是以事实为决策的根据 而不是只有依赖一些的经验直觉 那这个部分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联想到 在我们学校的行政经验里面 我算参与行政工作很久了 但是个人来说我也太迷信这个经验 碰到事情的时候 特别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总是习惯看一下数据 从这个数据分析里面呢 是可以找出很多的蛛丝马迹的 那你说经验跟直觉 当然有用 不过经验什么时候有用 经验就是在我解读这个数据的时候 会派上用场 因为有这个实战经验的人 才有能力从一堆的数字里面 看出曙光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数感 而且呢 你看出来这个东西呢 不是用猜的 因为它有数据嘛 所以它是有事实根据的 不是只有根据什么直觉啊 我的经验啊等等 这个跟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很像 你没有一些学理跟实物的经验 那你从问卷调查的数字里面 你去解读 你解读出来的结论跟建议 事实上会有很大的走样 小市场的球队 如何和这个豪门的球队去做对抗 在魔球这部电影里面呢 也印证了啦 只要有心还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部分也让我们也想到 我们应该要如何体认自己的优劣基为 走出创意的风格 打造自己的蓝海 举例来说啊 很多学校啊 像比较后面志愿的学校呢 如果你硬是要跟比较前面志愿的学校来比 一些 比如说 医科榜啦 或者是什么台诚青椒 那你就是魅语差异 选择了MeToo的一个红海竞争 会不会赢 我想当整个大环境的变数没有改变的时候 大家的投入都差不多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颠覆的结局啦 那有人说 社会上的家长只重视升学 当然要比这些啦 没错 这个基本盘的竞争力当然要顾手 但是如果你后面志愿的学校 如果你只有拿这个去跟人家硬比的话 那你永远都是老二 我的意思啊 是要在其他的领域啊 找到属于 你这个学校的唯一或者是第一 这是很多学校的内部啊 一直走不出去的一个下崖塔 其实这个道理很清楚 但是就是一直走不出来 简单说啦 比跑步的话 我可能只拿第二 但是如果比跳远 我可能就胜过你啦 比游泳 我可能也胜过你 这个地方你赢不了 那就另辟战场来求胜 只要我们的胜场累积多了 那你自然就是赢家了嘛 也就是说你赢习惯了 就会一直赢 那你输久了 就会失去夺冠的斗志 重点是找到自己能赢的强项 使他变得更强 我相信不会有人 每一样都赢你的 我喜欢的另一本棒球书啊 是美国的知名运动心理学家 多福曼 所写的《投手的心理密码》 这本书很有趣哦 书里面举了很多数据统计啊 用在棒球的例子 我曾经举其中一段 谈到这个好坏球术啊 用来比喻 未占拖延所造成的伤害 用来勉励孩子们啊 面对压力啊 不是闪躲拖延 那样子只会让原本 不紧急的事呢 恶化成十万火急 压力啊 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段描述是这样子写的啊 他说呢 打者啊 在球数落后的时候呢 打击率低于两成 在两坏球没有好球的时候呢 打击率呢 会超过三成 在三坏球一好球的时候呢 打击率啊 竟然会超过三成二 同计数字啊 也显示 后段棒次的打者呢 在一坏球没有好球的时候的打击率呢 是高于三四棒中间打者的 在没有坏球一好球的时候打击率 简单说啦 强好球数就是面对压力的诀窍 我的棒球其实打得不好啊 但是我很喜欢看棒球 因为球场啊就是真实的缩影 包含比赛前 比赛中 比赛后 所以啊 你怎么能够不爱棒球呢 说到这里啊 今年的黑豹棋呢 过不久又即将开打了 这几年啊 我们新大富中的棒球队啊 一年比一年进步 虽然还是很难跟传统的禁语来对抗 但是我给孩子们的设定啊 就是认真练习 全力以赴 享受比赛 他们在去年啊 拿到了参赛黑豹棋以来 货真价实的首胜 全队就很开心啊 合签了一颗纪念球送给我 这颗纪念球啊 不是属于我的 是属于我们新大富中的 所以我把它留存在笑死室 期待他们很快的 就能够再推进自己的记录 我们今天的大家来说出呢 就为各位分享到这里 年轩好学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